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成风格 也因如此 赵安用它不可替代的味道 牢牢地拴住了他每一位儿女子孙的心 我看叔叔都有点激动 三四年没吃过了 糖果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童年最甜蜜的味道 赵安人制作的糖果为什么要敲击而成 用干巴巴的土块可以烹制出什么样的儿时美味 来了 好香啊 这一看就很诱人了 行行行 在菜园里现采什么样的香料植物 可以烹制出美味的咖喱鸡 特别特别香是吧 看着跟那个蟹黄的颜色一样 味道调查员带您去寻找赵安人记忆中的味道 欢迎收看味道 我是孙迅 那我在福建省张州市赵安县的味道调查 还在继续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一次的美食向导 就是我身边的这位沈俊炳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小沈 赵安土著一枚是今天的美食向导 我听说你最近正在整理一些关于家乡味道的那些文章 是不是 是啊 这是我从小的一个兴趣爱好 我喜欢吃 所以也经常记录一些关于吃的文字照片 我觉得我这次真的是非常幸运 能够跟着你一起进行这种关于家乡味道的调查 那一起看一看咱们赵安到底有哪些记忆中的家乡味道 行 那我们一起走吧 走吧 沈俊炳生在赵安 长在赵安 爱吃懂吃的父母 在他小的时候就带他走街串巷 吃遍家乡的每一个角落 因此热爱美食的小沈 大学期间在厦门攻读了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毕业后也从事了与食品相关的管理工作 在工作之余 他喜欢去搜集家乡美食的相关资料 撰写有关赵安饮食文化的文章 因此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赵安当地小有名气的美食作家 有这样一个人带我走街串巷 对我这次的味道调查来说简直是锦上添花 这是卖我们赵安特色果的 都是用米做成的一些糕点类的食品 这里头好多种类 这个叫什么 这叫艾草果 也叫乌龟果 因为它长的形状有点像龟背的形状 然后一般是用于我们这边清明节祭祀用的 然后可能也有点象征着长寿这种郁郁在 婆婆 这是您做的 是吧 做了多长时间了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艾草洗水 一般在三四月份雨水充足的季节生长较快 为了让当地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艾草果 张顺荣婆婆在自家的天台上种起了艾草 新鲜的艾草略带苦涩之味 挤出苦水后捣碎 与糯米粉均匀搅拌在一起 加入绿豆做成的馅料 蒸好的艾草果清香扑鼻 软软糯糯糯又不失韧性 果作为敏月一代常见的糕点 赵安仁也融入巧思将果做出了花样 果有大类方面来讲有两种 一种它的主料是大米 另外一种它的主料是地瓜粉 那地瓜粉做的这种果叫做粉果 或者叫做无米果 它主要是一种销下食品 那平时做节的时候用的果 主料是大米 和小沈一路走街串巷 艾草果仿佛开启了 它童年记忆的时光之门 打开这扇门 它又会寻找到 怎样的童年味道呢 有这样的糖是吗 对 这个是糖敲 这个以前应该也见过类似的 但是名字不太一样 应该是中国很多地方都有 有的地方叫扯糖 有的地方叫拉糖 那我们招案就叫糖敲 招案以前是厂糖区嘛 所以说那个浙糖非常多 那我爸妈以前又是糖厂的子宫 所以我小时候的记忆都是甜的 小时候牙齿是不是不太好 糖敲是将白砂糖熬成的糖糕 用棍子像拉面条一样的反复拉扯 在反复拉动中 糖糕中不断进入空气 在糖糕内形成小气泡 使糖逐渐从琥珀色变成了白色 从一坨变成了一根 先给它这个滑一下等于是 滑到一半是吧 这糖敲糖敲 原来是这个意思 就是在底下这么一敲 它就一段一段自然下来了是吧 找到了充满甜味的童年记忆后 小沈继续带着我 在赵安的街头中穿梭 就在这时 她的小伙伴也给她发来了消息 你看我们的小伙伴都满开了 这个 这个是在搬砖吗 这是 不是 这是我们赵安一种烫土窑 看得很有意思啊这个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好啊 走走走 看看去 我很好奇 这看似搬砖一样的动作 究竟是要做哪种记忆中的赵安味道 田耿里 朋友们忙着捡土块 不亦乐乎 用土窑来制作美食 是他们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味道 昨天刚下过有点湿 我们尽量挖那个干一点的 要干一点的 要不然你找不起来吧 对 像这种 这样这种就比较好 而且形状要规整一点 有大有小 因为它底下放大的 上面放小的 因为就等于是打一个基础 对 对 而接下来的雷土窑 可不仅是个简单的体力活 为了安全 小沈特意找了一个 远离可燃物的空旷大院 土块准备好后 就可以开工了 而在雷土窑之前 有一点非常重要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就是要确定那个窑口的开口方向 就是根据风向 要被风处 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不懂得确定风向 就扬一把沙子 看沙子往哪边飘 然后这个口就定在哪里 是吗 为什么要定这个就是按照风口来定呢 因为我们到时这个土窑要烧 然后如果你是向风 迎风的话 那会把烟都往自己身上 所以就不舒服 所以说要被风 我的天哪 如果真的是朝着自己的话 那整个脸可能就虚黑了 对 虚黑了 对对对 那咱们今天来扬一把沙子看一下 来 它应该风向去朝哪里 大概就往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口是这样朝这个方向开过去 对 好 抗土窑最有难度的操作 就是将这些形状不同 大小不一的土块 像搭积木一样叠加垒高 土块之间的缝隙 要留得尽量小 这一波操作 稍不留神就会导致土窑倒塌 前功尽弃 在小沈的童年记忆里 谁要是能将土窑成功雷起来 那就足够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整天 而接下来的烧土窑也并不轻松 杂草和干柴要一点一点放进土窑 否则土窑不但烧不透 还可能被大量的杂草干柴挤它 这边忙活着烧土窑 我和小沈已经开始处理我们大餐的主角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菜 烹一只鸡 小时候像暑假 大家小伙伴们就是把自己的零花钱 挤在一起买一只鸡 然后在各家各户 你家泡一点鸡蛋 我家拿一点斑鼠 然后就一起去烹土窑 以前小时候就料没那么丰富 基本上就是拿点盐巴 酱油白糖这类的涂抹一下 腌制一下 对 然后再用包菜叶子把它包起来 现在用的是锡子 对 而且现在你看 这是沙茶酱 对 这个是花生酱 沙茶酱鲜中有甜 花生酱纯香浓郁 两种味道焦香灰映 为鸡肉增添不一样的风味 炕是哪个炕 就是那火炕的炕 就火炕的炕 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炕它本来是指烧火排阴的管道 然后在这边就是相当于我们把土块烧红了 然后用土块的余温把这些食物闷熟 闷熟了 对 小沈告诉我 用炕土窑的方式 可以制作各种菜肴 牛排骨也是炕土窑的绝佳食材 鱼露为牛排骨增加了鲜甜的味道 大蒜和红辣椒可以适度地刺激一下味蕾 让口腔中充满跳跃的层次感 猪蹄也是炕土窑的经典食材之一 调味与牛排骨相似 同样可以让人食欲大增 在赵安烫土窑的美味中怎么能没有海鲜的加入 花隔成为了当晚海鲜堆的代表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那边的土窑已经烧热 接下来我就要看看土窑是如何成就美味的 先把这些凿的树叶拿出来 好 实际上现在这个温度是非常高的 对 我就是你看手稍微靠近 尤其这上面就觉得很烫了 其实 对 把这些烧热的土块夹下来 夹下来 对 等于从上面开口 从上面开个口子 这里头空间还是挺大的 对 咱们往里放食物的顺序有没有讲究呢 有的 一般是先放一些地瓜芋头这种 它不会被压坏 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像放刚才的鸡 然后最上面是放海鲜鸡蛋一类的 怕压的 熟的快的 怕压的 每放一种食物 就要在上面放置几块烧热的土块 这样放一层食物 放一些土块的摆放 能保证食物全面受热 最后再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土 将食材包裹得严严实实 将腌制好的食材 在密闭空间中加热成熟 由于土块受热均匀 并且散热慢 可以长时间保持恒温状态 这样做出来的食物 不仅入味均匀 还能保留其中的水分 呈现嫩滑多汁的诱人味道 经过一小时的等待 接下来就到了最令人期待的挖宝时间了 就轻轻的把这个一层一层剥开 还冒着烟呢你看 对 它温度还很高 特别期待 对 你看看见锡子了 看见锡子了 就要小心一点了 你看有没有闻到香味出来了 香味出来了 蒜香味 挖宝一样 小心 看着食材像宝贝似的 一样一样被挖出来 小伙伴们忙碌一天的疲惫 烟消云散 对这种久违的童年味道 充满期待 来 看来了 好 来来来 来来来 赶紧看看 烫烫烫烫烫 小心点 好香 就一看就很诱人了 大哥多吃点 今天烧火辛苦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鸡肉鲜嫩可好啊 是吗 嗯 挺不错 这鸡肉家里吃的不一样 比较香 比较香啊 对 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样吗 觉得今天吃的 大理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小时候调料没这么丰富 花式品种米以前多很多 像什么猪蹄什么的 这个以前应该很难吃到 以前没有了 基本上是地瓜之类的 对对对对 现在我们也是会跟朋友了 在周末啊 或者比较有空的时间也会 大家聚在一起玩一玩 也是抗土窑啦 就像找回以前小时候的记忆 也联络一下朋友之间的感情 然后再带着我们的下一代一起玩 也更有意义 二十多年过去 小沈和她的朋友都已成家立业 但是抗土窑的味道 再次带领大家回到了童年 重温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 如今他们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品尝这种美味 让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得以延续 食物就是有这样的魔力 在不经意间进入你的记忆 并且难以抹去 我接下来要去寻找的赵安味道 是另一代人充满香愁的滋味 那会是什么呢 现在我要去一个很特别的村子 据说这个村子里有很多来自抑郁的香料 所以当地人吃东西的口味也是很特别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已经有人在菜园子里等着我了 福叔叔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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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干活呢 是吧 是啊 我看这条街上是不是种了好多 就是东南亚的香料呀 我们这条街全部都是种东南亚这些 我们煮菜的这个不可少的香料 那为什么要种那么多东南亚的香料 因为我们这个村都是从过外回来的 这个华侨 所以我们的习惯就是煮菜 一定要用这个香料 离不开这个味道 对 离不开这个味道 我身边的父子贵大叔 是建华村老年人协会的会长 他的爷爷曾随着下南洋的热潮 前往印度尼西亚谋生 自己也曾在那里生活过 直到上高中时才回到祖国 跟其他华侨一样住在建华村 今天正好赶上几位探亲的朋友 过来和他小聚 我也趁此难得的机会 感受一下别样的赵安味道 叔叔 咱们现在要找的是什么 这个是南姜 咱们是要给它刨出来 我们刨一个给你看 好好好 它这个就是南姜 就是煮牛肉的 真的很好闻这个味道 咱们平时那种姜可能稍微冲一点 这个就比较清香的那种味道 有点清甜的那种感觉 南姜又称芦苇姜 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 后来传入东南亚 成为当地烹饪的主要香料 这个南姜也属于姜科 味道呢 比我们一般的姜味要淡 它是辣中带甜 类似肉桂 但还有一点辛嗆味 主要能去除那个海鲜啊 还有肉类的意味 另外我们有的五香粉丝 其实也能看到它的身影 除了南姜 傅大叔的菜园子里 还种植着其他许多宝贝 叔叔 我怎么觉得这个姜黄 现在它这叶子都枯了呢 就是一般年底的话 我们这个是树与树枕界 现在正是时候是吗 对 就是这种一小个一小个的 哇 你看 是那种有点橘黄色了 偏有点像胡萝卜那种颜色 你闻一下它也是 刚刚那个更偏甜一些 这个就有一些药香味在里头 不太一样 但是它这个黄色确实是 你看我这个手啊 来摸一下 这是马上就能出现这个黄颜色 是吧 是 这就是姜黄姜黄吧 这黄在这儿了 那个姜黄啊 是姜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作为那个香料 染料 已有色彩楼的历史了 姜黄本身具有淡淡的那个 辛香味和土质的味道 姜黄有一个特点 它能融合其他香料的味道 其特有的橙黄色 是那个我们天然的染色剂 我们常见的比如像那个黄咖喱 这黄色就来自于姜黄 挖了两种姜之后 我本以为今天的姜已经是足够用了 但傅大叔又带我来挖了第三种姜 沙姜 沙姜也是姜科植物 属于山奈鼠 所以它的别称呢 又叫山奈 它含有丰富的 脏脑油脂 肉桂胰脂等挥发性成分 所以有很浓的方向性气味 在烹饪中 它能起到气出异味的作用 粤菜中常会见到它的身影 跟着傅大叔在园子里采集各种东南亚香料 为我的味道调查增加了抑郁风情 这么多能染色能调味的香料 究竟能做出怎样的美味呢 叔叔啊 一看桌上这些食材啊 我就猜到了咱们今天是要做咖喱鸡 是不是 但是啊 这个咖喱鸡 它这个咖喱在哪呢 咖喱是我们一般都现做的 现做 现材料现做的 您的意思是用这些材料 现做咖喱 对对对 煮起来都会很新鲜 就会很香 咱们先下哪个 香菜籽 先冲香菜籽 为什么 它这个很难 比较难中 比较硬一些 要先冲碎它 对 我就直接冲就行 你看 砸开之后 它那个壳破了之后 里面的香味才能出来 是吧 然后再这样磨一下 是吧 对 磨一下 行 哦 这个味就出来了 所以它必须得是破壁了之后 然后才有那个香味 咖喱呢 起源于印度 咖喱词呢 来源于泰民语 翻译成调味的意思 现在也有把咖喱翻译成 许多香料加在一起 组织的酱汁 在南亚 东南亚 日本 等地 比较流行 沙浆和南浆的混合香味 是印尼咖喱的主体味道 姜黄为咖喱提供了诱人食欲的鲜亮颜色 随着食冲中的所有食材被碾压 味道绽放而出 混合在一起 香气扑鼻 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这就叫冲筒不响 吃饭不香 可以了 现在香味都出来了 没错 我再闻一下 真是 蒜香和各种香料的那种清香搭配在一起 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准备这个料去油里面炒一下 用油炒一下 那个香味更香 好的 哇 这个一炒啊 那个香味比原来更浓了哈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就更明亮了 觉得 哇好香 香了哈 特别特别香是吧 它稍微金黄了 对变成金黄色了 看着跟那个蟹黄的颜色一样 对啊 哇 这时候就可以下鸡肉了吗 对 好的 哦 让鸡肉吸收进去这个味道 对 然后那个颜色也会变得很金黄色的 很好看哈 当鸡肉的每一寸都包裹上了鲜亮而香浓的咖喱料之后加入水没过鸡块 在小火的炖煮下 香料的复合气息随着汤汁浸入到骨髓 椰浆的加入让咖喱鸡的味道更加柔和 附大叔告诉我印尼美食注重酱料的调制 除了咖喱鸡沙爹猪肉串也颇受欢迎 沙爹酱是一种盛行于东南亚的酱料 炒熟的花生打碎成粉 炸的金黄的蒜片和红葱拌入搅碎的辣椒 与花生的味道相得益彰 沙爹酱淋在冒着油腥的肉串上 味蕾顿时被俘获 对父子桂大叔来说 印尼味道是一种习惯已久的家常味 但是另一种味道却能让人魂牵梦营 刻骨铭心 那就是赵安的家乡味 叔叔我看咱这桌上又有面条又有汤圆的 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吃的 因为今天我那些老朋友他亲回来 我们要做一个甜面条 跟汤圆一起煮吗 对 跟汤圆一起煮 这个听起来很特别 对 也就是我们一般过人过去都要用到这道菜 我看咱们这熬的这个是姜糖水吗 对 姜糖水 是吧 那咱接下来要做什么 现在那去过滤一下 过滤一下 炸好的金蒜浓郁香脆 润滑的猪油不仅让味道浑厚 更给人体提供了足够的能量 再浇上一勺热腾腾甜丝丝的红糖浆水 对大叔来说 这是属于赵安的记忆味道 除了美食 为了迎接回家探亲的华侨朋友 傅大叔还特地安排了一出巢剧 理解大家的思乡之情 来 啊 万里 万里大家过来 朝剧有南国奇葩的美誉 由宋元时期的南戏逐渐演化而成 赵安仁对朝剧的喜爱 也被融入到了当地的建筑中 倩慈是一种特殊的建筑装饰品 在明代万历年间 潮汕地区一些技术精湛的民间艺人 用陶瓷碎片欠贴成精美的图案 来装饰祠堂 民居等建筑物的屋顶 而朝剧里的人物和场景 成了欠慈的灵感来源 让当地的建筑别具一格 大家沉浸在熟悉的戏曲中 而熟悉的味道也即将登场 各位叔叔阿姨久等了 来 这些都是我的老伙伴 这都是老伙伴 这都是咱们当年一起在印尼的伙伴 是吗 对 有的是比较年轻的 是跟着父母亲回过的 有的像这位老师 他也是自己回过的 当年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了印尼呢 很多人都有夏南洋洋 夏南洋 对 我们中国人都有这个 这个股份多的这个优良传统 对 同桌的这些叔叔阿姨 都和父子贵大叔一样 是归乡的印尼华侨 他们的祖辈随着夏南洋的热潮 来到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谋生 而对家乡的依恋 让他们和后辈又纷纷回到了祖国 由于地缘上的辟邻关系 特别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对外界的了解 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 所以这种迁徙在历史上就被称作夏南洋 这种现象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 叔叔您尝一尝 跟您记忆中的味道是不是一样呢 三四年没吃过了 三十年没吃过了 将这个汤圆和面条放在一起煮 我真的只头一回见 而且是配着这个红糖和姜水在一起 咱们这里都是这么吃吗 是啊 是啊 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的 对 这吃着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是 不是这个味道 甜甜的 甜甜的 味道在唇齿之间 记忆却在每个人的心头 一道道印尼美食和赵安甜面条一样 都是叔叔阿姨们奋斗的人生岁月中 最难忘和珍视的记忆 每个城市都有难随时间消逝的美食 每个人也都有着沉淀于心的味觉记忆 沈俊炳用自己的热爱把香愁写在故乡的食物里 一块糖椒凝结了制作者们的勤劳与智慧 烫土窑制作的美味是对童年时光最美好的记录 沈俊炳将继续用文字记录家乡的美食 让浓浓的香愁在下一代人中延续 傅子柜用亲手种植的香料做出了地道的印尼美味咖喱鸡 用姜糖水做出了一碗满载香情的甜面条 无论游子离家多远 家乡的味道就是对故乡最深情的眷恋 吴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